這個題目的介面部分蠻單純的 上面就是一個標籤 中間這個地方就是讓使用者輸入的地方 然後輸入一個數字 而且這邊有顯示請輸入整數 結果的話顯示出來 所以我今天假設我輸入一個16 比方說16應該不是直數 所以按判斷不是直數 我把它改成17 17理論上應該是直數 這樣判斷是直數 以此類推長 所以假設我輸入100 100應該也不是直數 如果輸入101的話 那應該是直數 這樣的話要程式該如何撰寫 所以介面部分蠻單純的 介面的話就是一個標籤1 這個應該是文字輸入合1 記得把字給放大一下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就標籤2 然後一個按鈕 那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首先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城市的介面 那一樣請各位新增一個新的專案 專案的話呢 比如說我這邊好像給它的名稱叫Prom 因為它直數好像英文名稱就是Prom 所以先新增一個新的專案 接下來的話呢 我放了介面部分總共有四個東西 第一個是標籤 就是這個東西 那字的大小 因為呢 因為畫面上其實東西不多 所以我把字型稍微 再加上其他畫面也是 只是把字放大一下 30 然後再來就標籤2 所以標籤部分拖拉一下 把這個再加一個標籤2 那字大小一樣30 底下的話顏色我把它改成 因為紅色比較明顯 所以底下這個地方 結果就讓它變紅色 那最後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鈕拖拉過來的話 按鈕應該在這邊吧 按鈕OK 按鈕的字也是三字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我全部的字都是三號字 那上面的文字呢 就把它來輸入判斷這兩個字 OK 那介面部分應該就 其實介面蠻單純的 就是總共有四個東西 標籤 這個文字輸入盒 標籤2 所以兩個標籤 一個文字輸入盒 一個按鈕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比較難的地方 這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判斷 那判斷的規則 其實就是讓它跑 除了E和自己本身以外 不能被其它的整除 那它就是直數 反之它就是 能夠被整除那就不是直數 如果反之那就是直數 所以如果假設要把剛剛講的這個敘述 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其實第一個啦 當然一樣 當按鈕被按下去的時候 做什麼呢 那第一件事情 我們是直接先怎麼樣 先把它原來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哪些裡面的資料 其實這個報表一樣的道理 就是把這個框框裡面的資料先清空 它如果你不清空的話 其實也不影響 只是說呢 感覺好像變成 使用者要手動去清掉資料 其實反而比較麻煩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知道它是一個直數 所以呢 如果是直數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就讓它跑個回圈 什麼樣的回圈 就是除了1 1不行 所以呢 我們從2開始 所以回圈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是從什麼 從那個 這個對每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我習慣裡面也把它放個R 那我們不要從1開始 我們從2開始 那2到哪裡呢 2到它輸入的那個文字 輸入的文字是這個啦 就是文輸入盒裡面的文字 所以我在取的文字輸入盒裡面的文字 那把它減1 為什麼減1 因為我要讓它從2 不要從1 1一定會整除 那如果呢 假設我一直除啦 比如說我剛剛輸入的是 那個假設是輸入101好了 那當然呢 我要怎麼計算它是否為直數 那我就從開始 一直到100 就是101的前一個 那把它相除之後呢 判斷說 它是不是有整除 當然如果有整除 就是 除完之後餘0的話 表示整除 那它就不是一個直數 反之才是一個 所以喔 這邊有一個判斷式 所以 我們在底下 讓它跑的過程當中 去做判斷 判斷一樣在控制裡面 找到那個如果 如果這個 2跟false 第二個 控制裡面 如果 如果什麼呢 如果 這個 裡面輸入文字 齁 除以多少呢 除以i的值 所以喔 我們可以 那這邊說 這個比較特殊是 這個是它裡面輸入的文字 齁 那除以多少的餘數為0 整除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會多一個判斷式餘數喔 那這個餘數的話 在數學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數學裡面 就有一個計算 是否為餘數的 那底下的話 你可以看到 往下捲動 的部分 餘數的部分在這邊 OK 底下這邊會找到一個 餘數的部分 那你找到一個 就是 就是 如果這個地方找不到餘數 你找一個啦 其實這邊也有一個什麼 叫什麼 魔術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餘數啦 OK 這邊的話其實可以 再去調整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 如果假設找不到的話 那你可以找到一個叫 有沒有 這邊啦 就這一個 轉過來之後 這個魔術有沒有 然後呢 把它改成餘數 那餘數的話就是 你輸入的文字 除以呢 i的值 如果 如果呢 等於0的話 如果等於0的話 一樣數學 數學裡面的話 有一個如果等於0 就第三個這個 如果 除完的結果 等於0 0的話呢 就是你在 增加一個這個 數學裡面的0的話 那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呢 結果的話呢 如果為值的話 表示整除嘛 那就不是直數 所以把那個標籤2裡面的文字 設為什麼呢 不是文字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把標籤2裡面的文字 設為四值數 那當然呢 這個底下 多做了一個東西 中段 為什麼中段 這邊的話 有一個控制裡面 有一個中段 這個中段的作用 主要就是因為 如果假設 它已經被某一個數字整除之後 其實就不用跑了 就停下來 不用再繼續計算了 因為它已經不是值數了 它已經能夠被其中一個數字整除 所以 不用再往下了 OK 然後把這個邏輯判斷呢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然後 並且 再把這個回圈呢 再放在 這個 當按下的時候 做什麼樣的處置 這樣的話 程式就寫完了 所以把這個程式寫完之後 那你就可以試試看 把它跑一下 比如說我在跑51好了 判斷 51不是直數 那應該是直數吧 53 是直數 那這樣就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看一下 那剛剛的這個程式的部分 判斷直數的程式部分 在雲端白板上面 應該各位可以找到 應該是在第48A的地方 在公開 파빶 對 一部說明 卡 有 有 超 反正 太